早晨,今天是10月30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姑》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宏陪你一起开市 唐牛,今个星期大使是什么焦点? 早晨,Wendy,大家早晨 我想今天的焦点是看中午汇雄的移植情况 以及如何左右住大使的走势 是的,另外提提大家 恒大今天会在高等法院举行清盘情请聆讯 到目前为止,都见到恒大未有一个停牌的通告 稍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以及有关法庭聆讯的消息 我们都会在网站和大家跟进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各别发展 道指一度要跌400点 以色列军队加大对加沙的空袭 有类战士的状况,道指和标指都向下 道指低开后,一度跌457点 收市跌366点,收报32417点 跌幅1.1% 标指高开低走,收市跌19点 报4117点,跌幅0.5% 纳指受到阿马逊和英特2的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做好,受到这两个业绩带动上升 纳指收市升47点,收报12643点 升幅0.4% 欧洲股市普遍下跌,发却股市跌超过1% 而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轻微反弹0.08% 一起看看焦点微股,阿马逊业绩后大升6.8% 英特2的收入下跌,但预期第四季销售会回复增长 股价大升9% Meta上日跌3%后,股价反弹超过2% 苹果和Tesla是靠稳的,Google变动不大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腾讯、阿里和美团都比本港低超过1% 腾讯折合288.51,美团折合111.02元 而友邦、建行、汇控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汇控折合57.42元 看看压下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组断跌超过1% 跌367点,最新报30624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5点 息灵普通股指数跌4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也要向下 组断跌42点,最新跌10724点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和大家跟进 现在暂时跌86点左右 恒指在17200点左右的水平 看看待会幅度是否大概200多点左右 稍后会和大家跟进 先和同友谈谈美股走势的情况 今个星期联储局在香港时间 星期四的凌晨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以及议息后的记者会 见到上星期 其实美国公布了最新一季的GDP数据 出负市场预期有4.9% 反映美国经济较预期强劲 看回来期货市场的数据 预期11月不加息的机率都超过95% 反而看看未来三次 就是今年的12月 明年的1月和明年的3月 其实预期加多一口息 先暂停加息 其实现在预期的机率超过20% 而纳指和标志 其实上星期由高位已经回套了10% 先后就进入了调整区 纳指的大型企业上星期也公布业绩 看到业绩和对前景的预测 其实都叫做好坏参半 先问你对息口的看法 你预期今次美国的加息周期 有没有机会再加一次才见顶 我想现在我刚才都特意更新的情况 我看回原来 如果你说大家也要等 不要说加不加息 或是等盐职 起码都是下半年的事 所以你预计了 现在也要说一句 高低波浪减 预计了息口 就算停加 但它也会浪了高位一段时间 你说有没有机会再加多口息 如果你说那个数据 例如说那些经济数据 好像上个星期四个GDP那么厉害 另外就令到通胀预期升温 我想你说要加多口也不奇怪 而且始终都要看回那个地缘政治那样 究竟不同的地方的一个冲突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令到油价 油价更下跌一些 但是油价会不会突然间又夾上去 令到大家又怕那个 企业成本又上升 我想这几个因素都是左右住 究竟接下来的息口 会不会再加 但是那一句 我想就算是再加 大家都预计了 不会先减 嗯 是 其实加息是否再加多一口 我想对接下来的股市走势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刚才也说到 就是说那个纳指和标志 其实都已经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区 其实这个油高位 跌10%进入调整区 对后市的走势有什么启示 没有 其实对我们的仓位有启示 我觉得 都挺大事 现在好像每天被人猜 都是每天这个 睡醒书线系列 都是的 尤其是一些强势股都开始回 你看到我们之前 经常说的 Apple NVIDIA 那些全部都在回下来 说真的 你问我 高位调整10% 这些我就不是太过去利回 如果你说20% 高位调整20% 就是熊市 很多时候熊市之后 就突然间就会做牛市 所以我想 那个启示性 我自己就不觉得太大 你说 技术形态 我想很多人都说 例如NVIDIA 现在就 头肩顶 等等 都预计了要 不知道下多少 我自己都是同大家 都是同样这就是 操作上 如果你觉得 10%不够的 你預計了要回20%的 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減倉等等 我自己就繼續堅持的 我也是秉承著心態 港股都不怕 我未估不會怕的 只不過就是大家在這個情況 你預計了它再跌的話 一定要看著自己的倉位 你經常都害怕就是什麼呢 你今天跌也能捱到 明天跌也能捱到 但是後天再跌你就未必能捱到的 因為你心裏面有個預期 主觀看著跌完今天就會升了 誰知道提高跌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你現在這個倉位這個水平 究竟你未必能捱到 未來還有機會一個多長的跌落 如果你說不是 如果再跌到某個水平 我真的搞不定的時候 其實在這一刻你就應該要減半 我想這個就是大家要審視一下 未來美股要再跌的時候 大家能不能捱得住這些位置 是的 你剛才說過那兩隻 其實我想大家都很想問的 先說說NVIDIA 跌到400元 其實大家的爭議很多 有人就覺得 現在是終於有位給你買了 你剛才就說 如果預計會跌20% 現在跌到這些水平 反而是應該減遲了 譬如NVIDIA這隻 你又怎樣看? 現水平你是強硬的 但是如果沒有貨 你建不建議現在買呢? 還是說這樣的市況 還是先看清楚呢? 我也是那句 為什麼我會強硬呢? 因為我低位有貨 所以我暫時都是輸回營利出去 所以我相對比較穩定 如果你現在沒有貨 是不是可以買呢? 說真的 又是信念那件事 如果你有信念NVIDIA 回完都是會再衝上去 說真的 高位5夠水 現在4夠水 那100元 這樣就回了兩成多了 其實如果你純粹從這個調整高度 就絕對值得入場的 只不過就是說 這些位入場 好像剛才所說 頭頂 有機會再落 有機會穿400元 所以你買的時候 就預計了第一件事 就要分駐買 因為這是第一駐 第一件事 你別想自己摸到的底 因為最怕就是 你自己走到股底 然後不如380元大駐買 怎知道原來會炸到350元 那你那一刻又能不能買呢? 所以我想你應付 因為有時是我們現在是逆市操作 逆市操作的時候 你更加要控制駐馬 不要給想著逆市是機會 然後變成一個震動 震走了你 那問蘋果 這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其實上個星期大家的經驗就是 公佈完業績 即是可以很不同的股價反應 譬如蘋果的即前部署 你會怎樣建議大家? 蘋果 如果你說 我自己也有蘋果 那我會覺得 你即前部署 你怕就不要買 很多東西都是 你不知道究竟 業績出來會是怎樣 尤其是美股 每次業績都可以是很誇張的 升20隻 或者跌20隻都可以 我想蘋果不會這樣的 但是都會有一個震動 4-5% 那變得如果你連這5%都捱不到的時候 那我就真的建議你 不如先出業績 即是出業績 你會發現沒有什麼 那就可以寧願買貴一些 那才買下去 你說如果出市 糟糕 糟糕 你又可以再體驗一些 我想近來在美股都是 我想現在美股你不用太害怕 買不及的 因為你說之前 如果市是上升的時候 大家擔心賣不及 因為什麼業績都會考上去 當然有買買先 但現在不是 現在正在出疫風 我想大家可以定一定 再看看 好 好 我們看看上天股股的走勢 嗯 行星指數上星期五上升 行指升300點 重上10天線流上 高開115點後 臨近中五升幅一度收集到33點 下午受到內地A股大動做好 最多升453點 收市升354點 收報17,398點 升幅2.1% 國指升119點收市 收報5,979點 升2% 國指升93點 收報3,806點 升幅2.5% 期指結算前值 大市全日成交914億 一起看看北水本路 北水上星期五錄得淨流入 金額有24億1千萬 美團和中芯都有2億6千萬 北水淨流入 約名生物有2億 騰訊由北水淨流出 轉為淨流入 金額1億4千萬 李寧持續有北水淨流入 金額減至1億2千萬 一起看看淨流出 中國移動淨流出 由淨流入 轉為淨流出 淨流出的金額是1億8千萬 中海油是1億4千萬 快手是1億 今天是期指結算日 上日恆子升穿10天線 20天線都一度升穿過 不過就未能站穩 早前外電引述消息講 內地領導層和監管機構 月底會召開全國性金融工作會議 全民日期其實就是今天和明天兩天 討論的重點包括二學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當中包括應對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風險 上證眾指上星期連升四個交易日 從上三千點上 先問今次的工作會議 這個憧憬能不能夠 帶動上證指數 站在三千點上 從而帶動港股做好呢? 我想說Randy很好 每一次做節目之前 都會給我一些資料看 就是戒甲一樣 然後我就反覆在那裏 Randy這個資料 關於10月底 今天開始 就開那個金融工作會議 就是我原本就有些淡蔥在手 沒有很多 但是我也想一下 是不是要減一減呢? 因為大家有印象 去年港股見底 就是10月31日 那時候就14500點 我想大家忘記了 不要緊 壞的事不要忘記了 然後11月開始就抽上去 那時候應該就是在開政治局前後的會議 剛剛換屆 然後就抽上去 那這次又是來到10月底 港股又是在接近低位的時候 又有個這樣的會議 那會不會令到市 又在低位裡抽上來呢? 我自己就寧願play safe 不如先減淡蔥吧 我自己猜 因為你見到最近17000點的那些位置 都好像叫做搜到 當然只有幾天 但是好像都猜不下 等等 我就想著 這一兩天 如果那時候再對 尤其是今天 又撒下來 那我想我都會減一下淡蔥 我怕他有機會 始終阿爺是不是會出大招 是不是要夾上去呢? 我想這個不能夠提防的 還有給我自己 因為始終我自己拿著的倉 如果你有和指數相關的 就是科技股和匯控中移動 但是如果你說 今次開個金融工作會議 如果你說利好的 我相信會是內銀 內房 內險那些 如果你說 是因為這一堆股票夾上去 令到指數上的話 那我指數淡蔥我就要出事了 但是另一方面 可能你的科技股不炒我 也會出事的 對衝不了 所以我自己就 事前想後 不如想想 今天就減一下淡蔥 我預計過市場 是有機會會彈一彈的 即是你都審慎地說 就是短期的淡蔥 你都會減一減 但是會不會說 即是 第四季這個時間圍道而言 你都是看淡的呢? 我想短線來計 就有機會彈 但是我覺得 可以彈不比出樣 就是這樣 我想 你說 不是喔 如果你說跟回去年那個走勢的話 會不會彈上萬八 跟著兩萬二 是 如果你說去年就是 但是你說今年 明顯地地球又危險了 世界又亂了 又多了很多不同的地緣政治的風險 是不是這麼容易令到市彈上去呢? 我自己都有一些質疑 即是如果你說港股 即是經常都說 始終是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你很難炒上去 你吸引了一些新資金炒上去 是很難的 所以短線是有機會彈 但是你說 我當你拉闊一些 第四季這樣 其實你看不到 有些新的消息之下 我都不會說看得太好 有些新的消息 的 又多了 那些人 這個就總是 你會看得太好 還不夠 馬上 砧